就在今天下午 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济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第71场新发布会 通报了目前济南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2年4月26号零时至24时 济南全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例 目前均在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治疗和医学观察 病情稳定 目前济南已经全速开展流调排查和活动轨迹调查 落实分级分类差异化管控措施 同时加大风控区 管控区 群众服务保障力度 在保障城市整体运行不断 市民群中基本生产生活不断 工程项目建设运营不断 基础上对主城区风险隐患较大区域 实行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济南市市值机关各级党组织以先后组织三个批次 105个机关党组织 近16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86个核酸检测机构 2408个建筑工地以及部分基层社区 辅助抗疫一线做好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 针对部分商超市场出现了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购物高峰的现象 济南市商务局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 市场接管部门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 对接疫情防控之际 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 一经查实 从快从严处理 根据专家研判 从今天17时将继续在济南部分区域开展核酸检测 近期济南通报的社会面定例 很多是通过社区核酸检测筛查发现的 对快速找到感染者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有利遏制疫情扩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支持配合 按照社区安排 分批有序地参加核酸检测 下来直播之后我也要进行检测 今天是新一轮的为期三天的核酸检测